一只穿云剑 千军万马来相见 当那只耀眼的烟火 绽放在京都寂静的夜空中 虽只一刹 那不知惊了多少人心 禁军的内部清洗 是最先开始的工作 没有用多长时间 大皇子便成功地掌握了 全部的力量 留在京都约三千多人的禁军 从此成为了 拱卫皇城的最强军力 与此同时 潜伏在黑夜里的监察院部署们 也都看见了这只烟火 他们从黑夜里显出身形 开始往各自拟定好的目标进发 刑部大牙一向阴森 尤其是在这样的一个夜里 于安静中 刑部外围忽然响起 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负责守夜的拆官们 惊讶地注视着牙外的动静 然后恶然发现 一大批穿着黑色官服的人 正往刑部这边逼了过来 拆官们脸色惨白 马上名罗市井 意图惊醒刑部里的老爷们 以及刑部后方的大牢看守 而他们自己 却马上往刑部牙堂里退去 因为他们知道 这些黑色官服是监察院的官报 自己这些人 绝对不是对方的对手 市井升起 刑部的部署 尽数向后方赶去 谁都清楚 刑部的大牢是重中之重 因为太子不敢将那些反对自己登基的文臣 押入监察院的天牢 全关在了此间 这些人在刑部虽只是囚犯 但放在朝堂上 却是一出声 连太后也邀记两分的大臣 并没有太多惊恐的厮杀声响起 只是几声惨贺和一阵糟乱之后 监察院约300人的队伍 便进入了刑部牙堂的深处 冲到了那一大片广场之上 刑部的差役与大牢的看守 被监察院官员们围在正中 而身上衣衫不整的刑部主官 看着这一幕不由凉透了心肠 双方人数差不多 似乎有一拼之力 然而这位如同禁军统领一般 不敢回家 只敢在刑部死死看守天牢的尚书大人 却根本生不起任何反抗的念头 因为那些黑衣人的手上拿着弩箭 因为对方是庆国官员最害怕的监察院官员 因为这位尚书大人清楚 监察院既然敢如此猖狂动手 那位小范大人一定开始在京都内部 掀起了血雨腥风 监察院余微犹在 范贤的黑暗大明更是震慑着所有人的心 在没有长公主势力帮助的情况 没有多少人敢正面和这支队伍进行对抗 更何况他也听说了皇宫里响起了一支烟火令箭 然后惶恐醒来的他 也清清楚楚听见了皇城处直冲天穷的震天鹤杀声 他不知道那是禁军的行动 但他知道皇城处有变 场间零零落落躺着些死尸 监察院领头的官员 双眼冷漠地看着被围困的刑部尚书 一字一句说道 本官奉太后旨意 和亲王军令 前来接诸位老大臣出狱 烦请尚书大人移交 移交 不 这是劫狱 但刑部尚书颤抖着 不敢出言贺骂 因为昨天夜里他一位以为左右手的侍郎 便是在这个衙堂中 神不知鬼不觉地死了 谁也不知道 侍郎是怎么死的 尚书不想成为第二个冤鬼 如果投降 还有活路吗 活把药的刑部尚书的脸 有些怪异 似乎是猜到了他的心思 那位领头的监察院官员 盯着他的眼睛 说道 太后说了 但凡从逆者 若真心悔悟 则既往不救 刑部尚书苦笑连连 连太后的旨意都办了出来 看来谭伯公已经控制了皇宫 长公主那边一直没有消息 只怕也出了问题 当次大事 自己何苦在苦苦支撑 但转瞬间 他忽然想到 如果皇宫里的争斗还没有解决 范贤并没有占得上风 自己如果就这样轻易详了 事后 怎么向太子爷和长公主交代 刑部尚书咬咬牙 眼光变幻不停 那名监察院官员冷漠地看着他 不再与他进行更多的交流 缓缓举起了右手 他身周数百名监察院官员 有的举起了弩 有的拔出了铁签 开始准备向着刑部大牢的厚重大门 发起攻击 三胜 那名监察院官员面无表情地数到 三 二 且慢 刑部尚书被这单调的数数声 终于压破了心胆 嘶声喊了起来 慢着 臣要谭薄公的话 监察院官员 唇角扶起一丝嘲弄的笑容 当此危局 刑部尚书的胆下破了 人还没有变得痴呆 知道如今太后的旨意只是破旨 真正能保住他命的 还是提示大人的意愿 他从怀中掏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文书 扔了过去 刑部尚书从地上拾了起来 就此火把的幽光 看了一遍那份文书 确认了是小贩大人亲手所写手的告书 这这份告书 不知道是何时写就 何时准备好的 但上面清清楚楚写着 长公主与太子殿下阴谋勾结东夷城与北齐的刺客 于大东山上刺杀陛下 条条罪名十分清楚 后面还写到 郑北营大都督燕小矣 牵涉谋判势中 已被范贤亲手所诛 罪名不是关键 刑部尚书关心的是最后面的话 看到最后 他的面色终于缓和了一些 在这封名为宣兆讨逆告的文书 总共约莫四百余字 而在最末的一百字当中 清清楚楚写着 朝中诸臣有被里程前蒙蔽者 但凡悔悟且立功于新作 极网不救 刑部尚书捧着告书的手在颤抖 这封告书上面并没有太厚的喜印 但却有着陛下的行喜 最关键的是 最方面有范贤的亲笔画鸭 刑部尚书清楚 在这种时刻 什么喜印只怕都敌不上范贤的画鸭有效力 而且他相信范贤不是一个食烟而肥的人 他的脸色愈发的惨白 看了一眼 身周强鼓勇气 但面色如土的刑部 拆棺牙一看守 垂了头去 跪在了那名监察院官员的面前 七声说道 臣忍罪 缴械 副指 牵绳 所有刑部的武装力量 都在极短的时间内被控制起来 只是这批队伍 给尚书大人留了些颜面 只是除了他本来就没有穿好的官服与巫纱 各式刀枪棍棒堆在角落 所有的刑部官员均被监察院特制的钢纸套反复双臂 而这些纸套间都被结实的麻绳套在一起 就像是老年饥荒年间被串成一串带炸的蚂蚱 这一切的动作都显得格外熟悉与快速 因为监察院这个衙门从诞生的第一天开始 就是在用这些手段对付庆国庞大国家机器里的各部衙们 所以不能说刑部尚书怯懦小 不能说庆国的部衙太无用 只是已经很多年了 监察院的恐怖已经深植于所有庆国官员的内心深处 就像是天敌一般 官员们面对着这群黑衣人 兴不起什么反抗的勇气 监察院这个恐怖的皇家特务机关 在庆叠归天 陈平平中毒后 便成为了范贤手中最锋利的刀刃 在处理刑部残留事物的同时 那两扇沉重的刑部大牢牢门早已经被打开 监察院的官员入内 奋出许多人手 扶出了四五十名 看上去狼狈不堪的官员 这些官员身上的官服都没有来得包去 却已经被打得浑身伤痕 由此可见太子当日在太极殿上逮捕这些官员 是多么的匆忙与混乱 很多官员受刑之后 已经无力行走 在这些监察院官员的搀扶下 才气息奄奄地挪出了刑部大牢的门口 领头的监察院官员眼神一鸣 快步上前 单膝跪在这些官员们的面前 行了个重礼 陈生说道 下官监察院二处主部慕荣燕奉太后旨意 前来迎接诸位大人 诸位大人辛苦了 被扶出门来的文官们 看着这名穿着黑色官服的监察院官员 不由百感交集 说不出什么来 慕荣燕并未起身 转而对着领头的两位官员 郑重义礼 低声说道 提斯大人令下官代委 叩谢二位大学士 是的 这两位官员便是在太极殿上涌而发难 强行阻止太子登基的两位一品大臣 门下中书的首领大学士 胡大学士和书武老先生 书武脸上悠悠伤口 看着这名官员叹了口气 并没有太多逃出升天的喜悦 有的却只是对京都局势的深刻担忧 他知道范贤这人的性情 既然他今夜冒险劫狱 那皇宫处一定大乱 陛下 陛下 不知道陛下多少亲人 会在这场风波中死去 胡大学士却是笑了笑 说道 谭伯宫错了 我并未助他 何来谢字 慕容宴文言一愣 来不及述说宫中的详细局势 行部外早已驶来十辆马车 将这些伤厚的大臣们接到车上 然后往皇宫里去 如今京都的局势依然十分危险 这些俯托大狱的大臣们 暂时还不能回府 看着那些在监察院保护下的马车 顺着长街往皇宫的方向行去 站在刑部门口的慕容宴终于松了一大口气 虽然他身后的刑部衙门里 依然有许多事情需要处理 可是他的心已经安定了下来 他是二处的主部 本来负责的是情报归纳方面的工作 但在这次监察院的事变中 却被小颜大人赋予了强攻刑部的任务 看重的或许便是他的冷静 强攻刑部并不困难 难的是要完好无损地将大牢中那些大人救出来 慕容宴十分清楚这一点 不然提思大人也不会在京都人手如此少的情况下 依然分给了自己数百人 具体的任务是严冰云班下 但要求却是范贤亲自拟定 对于刑部大牢 范贤下了死命令 误求要保证胡书二位大学士 以及那些文臣的安全 因为他清楚 如果不是这些不畏死的文臣在太极殿上发难 强行将太子登基的日子拖后 使得朝政一片混乱 京都难以安定 自己很难寻觅到机会成功突入宫内 这些除了开口死见外 似乎没有什么力量的文臣 才是范贤此次行动的大功臣 范贤向这些大臣们借骨头一用 便要保证他们骨头的完好 这是感恩与淡淡内疚 烟火洞千人出 当刑部大牢被打开的时候 看上去要显得更为难以攻打的京都府 此时却是大门洞开 灯火通明 看上去十分诡异 京都府常礼京都治安 手下拥有人数众多的牙医拆官 而当皇城处那支烟火令箭响起后 一脸素容的二品大臣京都府尹孙靖修 便面色沉重地走到了正堂之中 不解何事发生的下属 瞠目结舌地看着府尹大人 心想这么业了 为什么孙大人还穿着全套官服 便在树西之后 脚步声如雷而至 孙靖修面色复杂地看了下属们一眼 无比忏悔地叹了一口气 命令下属们将京都府的大门打开 大门一开 监察院官员们鱼贯而入 在面面相去的京都府官员注视下 占据了正堂上的有力位置 将孙靖修围在了正中 黑色官服的监察院官员一分开 从当中行出一人 正是监察院一处头目目铁 这位面色如铁的官员冷漠看着孙靖修 问道 大人令下官来问大人 究竟想好没有 孙靖修在叹一口气 面色挣扎半晌后 双腿似乎忽然无力 啪的一声跪到了地上 低声说道 臣之罪不敢起功也原谅 此目一出 满场巨划 所有的人都感到了无比震惊 他们不明白 这位一直秉承太后旨意 在京都里 死命捉拿范贤的福尹大人 为什么会在监察院官员临门时 竟是不思抵抗 就这般详了 木铁依旧面色如铁 肆无所动 心里却一样是震惊无比 他今日领命 前来稳住京都府 本以为要面临着人生中 最惨烈的一场厮杀 却不料 严冰云只是淡淡吩咐了一句 便让他这般来了 一入京都府 只见满府光明 木铁本以为中府 不料事态果如小颜大人所说般 顺利地出奇 孙静修跪在地上 面色异常惨淡 左手将乌纱抱在壁内 心里想着自己实在是迫不得已 且不说京都府能否与监察院硬抗 主要是先前后院里和那位白衣公子的一番谈话 实在是让他无路可退 只能投降 直至今夜 他才知道原来范贤竟在自己的府中躲了数日 这次京都之变的发动地 竟是就在自家后院 就在自己闺女的房中 此次突攻的刺客 竟然有四百人试用的京都府文书 偷偷地潜入了京都 只要这件事情被捅了出去 不论今夜自己如何表现 肯定也会不容于太子殿下 不容于长公主 那方面一定会认为自己是范贤一方的奸细 所以他无可奈何 只好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全面地倒向了范贤 反正会被人认为是小范大人的人 那干脆便变成小范大人 至少还可以活下去 今后的前途 安危 皮儿应该会替自己说话吧 孙静修想到这点 不由气血上冲 险些气地昏厥了过去 那些突攻刺客入京的文书官房 都是从自己书房里发出去 除了皮儿那丫头 还有谁能冒充自己笔记 偷用自己的官印 还不被下属们怀疑 下辈子再也不生女儿 女儿的胳膊肘总是往外拐的 被逼反水的京都府尹 孙静修无比悲哀地在心里想着 皇城的战斗结束后不久 大队禁军便强行从正门突入了后宫 在于千虎狼般的军事面前 已经六身无主的内庭侍卫与太监们 很明智地选择了投降 纵使有些强硬之徒 也不过成了禁军扫荡之下的死尸 后宫里暂时回复了安静 隐约能够听到整齐的脚步声 甲咒撞击所发出的啪啪响声 范贤脸色沉郁地推开了东宫的大门 将铸留此地的秃功剑手留在了宫外 看着一路的死尸 走入了这间新修复不久的宫殿之中 在寒光殿里 范贤表现得很平静 但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自己的内心深处是多么的失望 没有捉住太子和长公主 这等弱势在自己的计划上 撕开了一条大口子 可能永远无法修补好的一道口子 他看着卫缩围在一处的太监宫女 半晌后沉默地低下头来 似乎可以听到遥远的宫墙外 已经有马蹄声正在响起 他知道这是幻听 不过他相信大皇子行军的速度 既然宫中已经基本控制 那他肯定已经奋出大队 开始向着京都的纵身挺进 力图控制更大的范围 只是会小心翼翼地 不要和十三城门司接触擦出火来 大皇子和他一样 既然动了手 便不会留守 进军和监察院 此时正在京都里 拼命追索太子和长公主的踪迹 最关键的是 王和大宝被长公主带走了 没有救回自己的亲人 让他愤怒而沉愈起来 走入殿旁一个安静的房间 看着那个积作余地的太监 看着太监脸上的痘痕 范贤心中大怒 转瞬间却是心头一软 无可奈何地叹了一口气 请不吝点赞订阅